五百六十五集 仙界之物 在这一瞬间 练魂部落所有族人心神相隐之下 齐声喝的 放肆 这两个字 是所有练魂部落之人共同发出 与天空黑雾内魂魄的呼啸融合 笔之奔雷还要剧烈数分 轰隆隆之下 落在修士联盟众人耳中 就好似一把把利剑穿心一般 立刻使得众人耳中嗡鸣 元神颤动 其中一些修为较低者 更是直接嘴角流出鲜血 显然是被震伤了内服 伤了元神 同样一声齐喝 也使得众人清醒过来 那金衣男子面色大变 他身子下意识地退后竖着 脸上露出金色 他尚且如此 其身边的众多修士更是不如 一个个倒昔冷静 眼中震惊的同时 内心暗呼不妙 孙云山呢 则是内心的激动 远远超过了震撼 他的心中正在呐喊 是他 真的是他 金衣男子退后中 尖声道 贤卫出手 此言一出 那站在最后的黑衣男子 双眼精芒暴闪 身子向前一踏 一步之下 便跨越距离 直接来到了十里空白的高塔上空 右手掐绝向下一拍 这一拍啊 好似拥有了跋山之力 在半空中 化作一尊金光闪闪的大印 迅猛地冲向宝塔 一声冷横 自宝塔内传道 亡灵的身影从塔中走出 他看都不看天空一下 右手闪烁黑芒 抬起向下一抓 口中平淡地说道 给我下来 一抓之下 幻化而出的金光大印 顿时出现裂纹 在一串咔咔声中 顿时崩溃 那黑衣男子 更是面色瞬间大变 眼中首次露出骇然 想要避开 但其身子 却是立刻被一股 好似可以吸收生机的力量 给抓住了 狠狠地从天空直接拽下 轰的一声 黑衣男子的身子 砸在了地上 黑衣男子落地 亡灵目光一闪 右手虚空一划 一道道静置 立刻幻化而出 转眼间 便把那黑衣男子 身上各个隐藏经脉 走向之处 全部封灭 亡灵随意的一抓 却是用上了 寂灭指缝 以他的修为啊 刚才一眼之下 便看出 那黑衣男子体内的古怪 此人体内原神中啊 根本就没有元气融合 而是被一块 只有小指甲盖大小的碎域 所代替 如此一来 此人虽说达到了问鼎修为 但实际 却没有问鼎的意境感悟 在亡灵眼中啊 此人只是一个满汉 不用说 亡灵现在已经问鼎 即便是没有问鼎之时 想要收拾此人 也丝毫不难 但在外人眼中啊 亡灵这一抓 却是如同狂雷 在心中乍响一般 使得那些修士联盟之人 纷纷呆滞 那金衣男子身子一抖 面色苍白 若非其身后的道路 已经被黑雾淹没 此时啊 他定然会第一时间 迅速逃离 至于他身边的其余修士 也均都是呆呆地 望着那被亡灵 一抓之下砸在地上的中年男子 半赏说不出话了 唯有孙云山此刻内心的兴奋 已然达到了顶端 他深深地呼了口气 好似要把这段日子的压抑 全部呼出一般 前辈 误会 这是误会 我们只是代表修士联盟 想要请您参加 金衣男子身子颤抖 联盟说道 王兄 他们此行的目的 便是为了将你生擒 孙云山一脸冷笑 身子一晃 便移出十多帐外 大声说道 王林早就看到了孙云山 此刻略一点头 那金衣男子 面色更加苍白 他恶毒地盯着孙云山 喝道 孙云山 你敢背叛老祖不成 孙云山身子一抖 正要说话时 王林右手随意地一挥 只见那金衣男子 好似被清风拂面一般 整个人砰的一下 漠然间化作一大片血肉 其元神从血肉内飞出 露出一刹那的迷茫 但紧接着 便被天空的黑雾一吞下 消失无影 血腥的气息啊 还没有完全消散 但四周的修士 却是一个个眼中露出惊恐 他们无法想象 这王林的修为 居然到了这样一个 不可想象的高度 一抓之下 鲜味悲情 一挥之中 金衣男子肉身崩溃 问鼎后妾 他一定是问鼎后妾 王林没有看向那些修士 而是望着孙云山 笑道 孙兄 多年不见 孙云山长叹一声啊 苦涩地说道 王兄 救我 王林神色如常 笑道 进来说话 说着 他右手一抓地面上的 黑衣男子 走进宝塔 孙云山犹豫了一下 身子飞去 紧跟其后 他内心的震撼 实际上不但没有比 其他修士少 反而更多 他记得 在进入这妖灵之地前 王林的修为啊 只不过是应变中期 但此刻 短短的数十年 王林却是达到了问题 这让他在震惊的同时啊 对方的身影 在他心中 也不由地 无限高大起来 半空中 此刻只剩下 那十几个修士 一个个既不敢走 又不敢出手 彼此站在半空 内心忐忑不安 渡习如年 在宝塔内 王林盘膝坐下 从储物袋内 拿出一张古朴的圆桌 另外拿出一摊美酒 为孙云山倒了一杯 笑的 孙兄 坐 孙云山拘警地站在一旁 犹豫了一下 这才坐在对面 王兄 我 你既然来了 若有需要王某相助之事 但说无妨 王林微微一笑 放下酒坛子 看向孙云山 孙云山沉默 烧请之后 拿起酒杯 一口喝干 随后抓过酒坛 直接对嘴就喝 一直喝下大半坛后 他才放下 目光炯炯地 看向王林 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指着一旁 被封印的黑衣男子 沉声道 王兄 此人没有名字 他的身份是咸味 我与他都来自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 自称是修士联盟 王林神色如常 欢欢说道 咸味 孙云山再次喝了一大口酒 双目略红 说道 修士联盟内 有一人自称仙界老祖 此人修为高深莫测 鲜味之名 便是他自定 另外 如此人般的鲜味 老祖手下共有十个 他们之间的实力 相差不多 当年你在天妖郡 古妖城 与妖将莫莉海的一战 引起了老祖的注意 他不知出于何种原因 下命 派人想要把你生亲 你在天妖城时 想必也遇到了那些 准备亲你之人 随后 你便在天妖郡内失踪了 此事便告一段落 但数月前 有人不知如何 发现你在这里 禀告给了老祖 于是便派出我们来 再次将你生亲 王林目光一宁 他想起来了 当年在天妖城时 的确有一些人 在他听秦音之时出现 最后那首脑 更是在他被抓住的瞬间 不惜自曝 那种疯狂 王林记在了心中 当时他本以为啊 是其他妖将派出的 但今日听孙云山一说呀 才知道原来另有其人 孙云山握紧了拳头 继续道 王兄 你有所不知 当年 当年舍妹 不知以什么方式 居然也来到了 这妖灵之地 她被那老祖蛊惑 成为了修士联盟的一员 更是在遇到我后 骗我进入这个组织 我发现不妙之时 那老祖出现 只是一个神通 便把我身边的四个师叔 全部制住 从此之后 他们四人 被抹去了神志 成为了傀儡 就连我 也是被种下仙种 身不由己 王林双目 爆出一道精芒 在孙云山的身上 看了一眼 这一眼 孙云山顿时 原神一阵 几乎就要崩溃一半 她甚至有种感觉 自己的里里外外 甚至内心的一切隐秘 此刻 全部都赤裸裸地 暴露在了王林眼中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只是一瞬 便消失 但孙云山 却是大汗淋漓 看向王林的目光 透出了镜 王林收回目光 抬起右手 向着孙云山额头 割空一指 顿时啊 一道道清文 自孙云山眉心透出 这清文脉络很多 顺着孙云山 眉心蔓延 密布全身 王林轻移一声 脸上露出凝重 仔细看了那清文一眼 闭上双目 沉吟起来 孙云山此刻啊 内心颇为紧张 若是这仙种 无法解除 那么他此生 将永远受之于老祖 不得自由 许久啊 王林睁开双目 缓缓说道 那老祖 称这个禁止 为仙种 孙云山连忙点头说道 没错 联盟老祖曾说 这仙种 是他在仙界 没崩溃前带来 乃是仙家之物 除了他之外 无人可以破除 王林眼中露出一丝 奇异之芒 内心暗道 那黑衣男子 称之仙味 这奇异的禁止 称为仙种 这老祖 还自称从仙界而言 莫非是那仙帝 清临不成 虽说这个可能性 实在太小 但那奇异的禁止 到底的确确不是反物 其内透出一股 磅礴的仙气 应该是仙界之物 没错 王林略一沉吟 右手虚空一抓 那仙味被他隔空抓起 王林眼中透出一丝冷漠 右手直接按在了此人天灵 搜魂术 被王林施展开来 若是这黑衣男子 是真正的问鼎修士 王林自然不敢大意 同皆搜魂 但这仙味啊 体内没有元气 其问鼎修为 实际上说穿了 全部都是其元神中 那岁欲赐予 他真实的修为啊 只不过是一个 应变中期的修士罢了 搜魂中啊 王林面色渐渐阴沉 这仙味的记忆啊 极为短暂 只有其成为仙味之后 至于之前的记忆 一片空白 王林松开右手 一拍之下 此人的元神 立刻被震出 王林眼露冷漠之色 张口吐出一道元神之火 当着孙云山之面 开始了炼化 孙云山望着这一幕 内心震撼的同时 更多的却是无限的敬畏 与恐惧 王林炼化中 目光在孙云山脸上 一扫便收回 他之所以这么做 自有其目的 这联盟老祖的来历诡异 王林断然不可能 只从知言骗语 便全部相信了孙云山所说 必要的一些震慑 与防备 还是要有 仙味的元神 很快被炼化 其元神内 那指甲盖大小的碎玉 闪烁亮晶晶之色 漂浮在了王林身前 他盯着碎玉 眼中露出沉思 这碎玉啊 虽说没有任何先例散出 但王林神石一扫 却是立即发现 其内蕴含了一股 庞大到无法想象的先例 这先例不可吸收 因为其内 似乎蕴含了一到意念 修士的元神 与这碎玉融合 便可出现一个 相当于问鼎初期的修士 只不过 想来这种融合的成功率极低 否则的话 那老祖也不会只有十个先位 还有这融合 恐怕也并非表面 与碎玉相融那么简单 其关键之处 应该是其内蕴含的 那一道意念 与意念相融 才可以达到真正的契合 王林眼中 沉吟之色 一闪而过 作者 耳根 眼波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